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林家龍 歡迎收看台灣廣場 不久之前教育部公布了 所謂人才培育白皮書 宣稱未來三年 將投入410億 用在人才的培育上 為台灣打造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家龍身為立法委員 長期在立法院的教育和文化委員會 對台灣的教育和人才問題 一直都非常關心 教育部提出的白皮書 宣稱投入經費超過400億 但經過家龍仔細的審視 所謂的人才培育計畫 根本是舊瓶裝舊舊 多數是已經在執行和現有的預算 不但沒有創新的施政 也缺乏宏觀的視野 對現有技職和高等教育的問題 並未投入更多資源 白皮書只是重新包裝而已 家龍認為要加強台灣的人才培育 必須從根本做起 改善台灣的技職和高等教育 創造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舉例來說 學生除了出國留學外 教育部也應加強國際資訊的交流 鼓勵學校發展具有台灣特色的教學 吸引更多的國際交換生前來 讓台灣的孩子在本土校園內 也能有國際化的學習經驗和環境 另外地方政府在人才培育和國際化上 也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以台中市為例 台中有晴朗宜居的氣候 美好的風土人情 優良的大學院校 非常適合發展成為 國際交換學生的城市 市政府可以成立 國際教育交流中心 聯合國際招生 提供交流資訊 也可以透過姐妹室 姐妹校的交換學生計畫 为所有在台中的學子 創造更多元與更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讓台中成為充滿文化與知識氣息的都市 最後人才培育不是口號 必須從小做起 給孩子足夠的教育資源 但以台中市來說 教育資源的投入明顯不足 今年度教育支出總預算 扣掉人事經費之後 竟然排在五都之末 明年度的相關預算 更是不升反降 佳龍認為 孩子就是台灣的未來 教育就是台灣的希望 要加強台灣的人才培育 就從打造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以及完善教育資源的分配來做起 今天我們先談到這裡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